你能否想像如果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有AI的帮助 很多事情都让AI来帮助你完成了 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帮助你绝很多的时间 同时能够巨大的提升你影片产出的效率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款整合AI功能辅助剪辑的剪辑软体 那么我推荐你使用Fimura这款剪辑软体 在最新的Fimura 13里面添加了非常多的AI功能 让整个剪辑流程变得更加高效还有简单 这也会更好的帮助你进行频道 更快的就使用你频道进行赚钱 这期影片我就展示给你在最新的Fimura里面 非常好用的八个AI功能 还有我是Grayson 这频道就要采放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如果你是剪辑新手 这里我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里面会提供给你很多使用的技巧 去帮助你提升剪辑的效率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Fimura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下载 就可以跟着我这部教程去操作了 Fimura它是能够让你去无限期的免费试用的 所以我推荐你可以去使用免费的版本 去尝试不同的功能 当你觉得这款剪辑软件是适合你去剪辑使用的 就可以选择购买Fimura 首先第一个AI功能就是AI去备功能 这里面我添加了一部影片 然后在右边这个属性区里面找到这个AI工具 这里面会有两种方式去除掉这部影片它的背景 第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智能扣人像 当我选择了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后面的背景就全部去除掉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完美 在底下可以调节一下边缘的厚度 往右移就是扩大它的边缘 往左移就是缩小它的边缘 这里面Fimura AI已经非常干净的去除掉这部影片它的背景了 所以我不是要调整 或者是你可以调节语化的程度也是可以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智能去备的功能 像我打开了这智能去备功能 然后你需要选这个点击开始抠图 这里它的操作步骤就是你需要选这个签名的标志 然后再点选你要保留的这个物体 比如说点选我的人物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这个人物就被我选择了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部分你不想要保留 你可以选这个橡皮擦的标志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调节一下这个画笔的大小 调整边缘厚度边缘语化都是可以的 然后就可以选这个开始抠图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就在开始处理我的图像 它是会每一帧每一帧的去帮助你去抠图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Fimura AI就识别出了我整个人物了 然后就可以选这个保存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影片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下一个AI功能叫AI文字转语音的功能 首先需要选这个快速文字功能 然后添加这个快速文字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看到一个文字转语音功能 这边你需要首先选择语言 比如说可以选择中文台湾 然后底下你就可以选择语音了 这里面Fimura是能够让你去录制你语音 然后去克隆你声音的 你可以选择加号 这里我首先需要按下这个按钮去开始录制 然后需要念出这句话 本人视频创造者确认我的声音将会被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于创建合成版本声音 然后需要再录制一下这段话 有一天一只猴子骑着他的脚踏车在河边 这次他看到一只狮子在树下 狮子向他跑过来还害怕的掉进了河里 他不会游泳开始呼喊 兔子听见他的声音 掉进河里游向猴子 但我会帮助他 心得是一次大象经过 大象非常强壮 帮助了兔子和猴子 相对朋友非常高兴 同一起去了大象的家 这就是女生的声音了 可以听一下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石膜味道 他就是这样的声音 有带有一些我的音色 但是还是会有感觉到 有一些机械化的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 FINROAD自己带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外星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 这是女生的声音 然后听一下男生的 外星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调节 他的语速还有语调都是可以的 然后需要回到标题这边 输入你想让AI说的话 这边我就输入了一段话了 然后回到文字转语音 在底下就可以学生成了 像他是帮助去生成了语音档了 我们还听一下 如果你想要有一款 整合AI功能辅助剪辑的剪辑软体 我会推荐你去尝试使用FINROAD 你可以感受到AI是能够帮助 去根据我刚才输入的内容 去说出来那些语音的 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说的过程中 是有带有一些机械的声音的 并不能够非常自然 但是这个功能还是值得你去尝试的 能够帮助你节约很多的时间 下一个AI功能叫AI字幕功能 先我加入一段影片 然后可以右击 我选了这个语音转文字 这里面首先是要选择 需要转写的音频的语言是什么 这里面我说的是中文 所以我就选中文华语 然后要选择转写的文件 是被选中的片段 还是时间线上的整个序列 这里面因为我只加入一段影片 所以就选择被选中的片段 因为我们做的是字幕档 所以我们就选择CSRT格式 形成的字幕档案 然后之后如果想导出字幕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可以选择好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字幕就生成了 然后可以双击这字幕 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更改 每一个字幕如果它有错误的地方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更改了 比如说可以删除 就把刚才那个文字去删除掉了 或者说你是能够更改这些字幕的属性的 比如说你要调整字形 或者是调整字幕的大小 添加出体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可以给字幕加上一些风格化 比如说选这样的风格 然后再选择全部应用 你就可以看到每个字幕都是有这样的风格了 下一个功能叫AI绘图功能 我们可以选这个素材库 然后选这个AI绘画 如果你之前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那么它在过去的30天的记录都是会保存的 那想要使用这个功能也非常方便 在这边你需要首先输入一些提示 去描述一下你想要让AI去产生的图像 比如说我描述的就是 一直在雪地里奔跑的银湖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选择 你的图片要产生什么样的风格的 有写实类的 肖像类的 手绘类的 赛博朋克 未来派 水彩 比如说可以选择写实类的 然后选择生成 这边你可以看到 Firmware的AI就帮助我生成的四张图片了 还是非常符合我想要去描述的场景的 如果你想要去使用这图片 你可以直接拖拽 就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使用这张图片了 下一个功能叫AI音乐 我们首先选择音频 然后这边选择AI音乐 它也是会保留你过去30天所产生的记录的 想去使用它的AI音乐功能 首先需要选择它氛围里面的某个类别 这里面会有很多关于氛围的观点词 比如说快乐 悲伤 史诗 多重上感等等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 充满希望的氛围 这每个类别你只能够选择一个关键字 接下来选择主题这个类别 比如说可以选择关于旅游类的音乐 然后再选择流派 我可以选择这个氛围音乐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生成这个AI音乐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Firmware就帮助我生成了三首音乐了 它的关键词是 充满希望 旅游 还有气氛音乐 我可以来听一下这一首 使用这样的功能就可以帮助你去打造一首 独一无二的音乐了 下一个问题叫AI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你需要来到Firmware的初始界面 然后这边有个文字转影片的功能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去输入影片的文案 或者是你可以让AI去产生相关的文案 如果想让AI去帮助你产生相关的文案 你可以首先选择你需要什么样类型的文字 你可以选择资讯类的说明类的文章 意见观点 产品介绍 或者是其他 然后就需要去输入文字主题了 比如说我主题是 如何高校工作 然后底下你可以输入更多详细的资料 在底下就可以选择产生文字了 或者说你本身已经写好的影片文案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到这边 这本就复制了我的文案 然后你可以选择生成的语音语言是什么 我就选择中文台湾 然后你可以选择语音 如果你之前有创建过你自己的语音档 你可以选择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其他 Firmware提供的语音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语音 这边可以选择影片比例 如果想要去做YouTube影片 就16比9的 如果想要去做成短视频 就选择9比16 然后就可以生成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Firmware就根据我刚才文案 就生成相对的影片了 包括了整体影片 字幕 还有语音档 音乐都是有的 我们回来听一下 高效工作是每个人都渴望达成的目标 以下是几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提高工作效率 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 下一个功能是AI文字剪辑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我们初剪影片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快速的去帮助我们剪除掉不需要的部分 这里面我导入了一段影片 然后可以选这个AI文字型编辑 然后你可以选择和你影片相符合的转译语言 这里面我说的是中文 就选这个中文台湾 这里可以看到五文本的语音 就快速的翻译成了文字了 我可以根据这些文字进剪辑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绿色的框 这些框都是代表着我没有说话的片段 也就是无声的片段 你可以选这个删除掉所有的无声短片 你就可以看到快速的Firmware 就帮助我删除掉那些无声的短片了 然后在这边如果你想去删除掉某一段话 你可以选择它的文字 就可以快速删除掉了 或者是你可以这边去输入搜寻的内容 也是能快速找到相关的文字去进行删除掉的 所以就等于你是通过删除掉文字来进行前期的 是更加方便的 如果说你点击某个片段 它所在的文字区域就被选择到 你可以选择塑料删除 现在就可以看到刚才那段文字就被删除掉了 这在你初见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个是AI翻译功能 这边我已经导入了一段影片了 老肥选了这个AI翻译 这功能是能够帮助你去把语言和文字 去翻译成不同的其他语言的 所以你需要选择翻译的类型 你可以选择翻译语言和文字 或者是仅翻译文字 这边我选择同时翻译语言和文字 然后来源语言就是你本身影片的语言它是什么 还有就是目标的语言 比如说想翻译成英语 还有其他语言你是可以选择的 像Film的AI就帮助我翻译了 你可以看到它连我的字幕都翻译了 我可以双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都变成了英文的字幕了 然后所有的字幕你都是能够调整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就是 它把我的语音也翻译成了英文了 可以来听一下 你可以听出来既有到我音色同时又是英文的 所以这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 Filmora这款节目软体是非常适合于新手去使用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的使用Filmora 并且你可以结合这波广列表 里面告诉你更多关于Filmora的经济教程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这部影片 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简介的内容 所以这种IG能够和有关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